古宝加商资料处理科举办毕业成果展 今年主要展出游戏程式设计的特色作品 包括3D动画、互动游戏以及精致的文创设计 充分展现时辰的创意和实力 古宝加商资储科毕业成果展 今年主题为资九四狂 展出资储科目前之类发展的游戏程式设计等特色作品 我们的资料处理科已经不再局限于资料处理 这四个字的内容而已 从我们最先刚开始的我们的游戏程式的设计 学生自己在三年里面就会学到一些 简易的游戏程式的撰写 其中上市这款宠宠维基游戏 只要使用外形酷似蓝白拖的遥控器就能操作 全新的互动方式让人好惊喜 今年展出的内容包括非常多种游戏 因为我们以往的游戏是用2D开发用Construct 2 那今天我们结合了Unity 然后跟Arduino 我们还发展了一款那个就是我们利用拖鞋当界面 然后设计了一款游戏 那不同的游戏其实很多老人家都觉得也很容易上手 在文创商品部分学校让学生自行设计产品包装 上市这款以甜点为主题的组别 就以蛋糕布丁等造型来制作周边商品 这些文创商品是我们在电会课的时候 老师请我们分组 然后让我们自己想主题做出来的 那我们这一组的主题是以开心点为主 就是大家都喜欢吃点心嘛 所以我们就设计一些有关于点心店的文创商品 那都是我们同学在利用电会课的时间一起设计出来的 古堡加商资储科毕业成果展 年年展现高度创意 让学生具备毕业及就业的极占力 记者沈志勇 代华三重采访不到